国立釜山大学坐落于大海民国第二大城市 釜山广域市 釜山大学建立于1946年 作为大海民国第一国立大学 釜山大学已培养出将近30万名的学生 现在在校学生达到了28000余名 目前拥有4个校区 16个学院和90多个专业 国际交流方面 釜山大学与英国牛津大学 中国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美国UC伯克力大学 日本东西大学 等53个国家的464所大学 签约了学术交流协议 首先要给大家介绍的是釜山大学的人文系 人文系共拥有 韩语系 中文系 日语系 英语系 俄语系 法语系 德语系 等12个学科 现拥有1600多名大学生和330余名 研究生和830余名教授 接下来介绍的是机械工程系 机械工程系 作为釜山大学的王牌专业 不仅在韩国大学 甚至在世界大学专业排名中名列前茅 QS世界排名位于100到150位左右 现拥有60多位教授 现拥有60多位教授 由能源系统 机械系统 精密加工系统 自动化控制系统 核能系统 五个专业图层 接下来介绍的是福山大学的建筑系 建筑系作为韩国大学教育部CK计划 重点扶持专业 现拥有建筑工学 建筑学 城市工学 土木工学 四个专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核专业 如果有同学对我今天介绍的三个系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浏览釜山大学的官方网站 或者拨打釜山大学对外交流本部的咨询电话 有中文服务哦 欢迎大家报考釜山大学 今天的视频又结束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记关注点赞转发哦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